歷經七年的籌備 雲門舞集在淡水的新家正式啟用了 雲門以雕塑家 著名的《百彩人間》系列 跟攝影家劉鎮祥的 雲門風景攝影展 為雲門劇場元年揭開序幕 越過淡水河 雲門劇場隔水遙望 當年被焚毀的舊家巴黎排練場 未來這裡不僅要孕育 雲門的新舞座 也將成為年輕藝術家 發光發熱的舞臺 最近雲門彩繪捷運列車 也將上路了 歡迎大家坐捷運去淡水 看山 看海 看表演 在白色的劇場地板上 雲門兒舞者輕巧移動身體 演出春鬥二零一五的作品來 背後的通透玻璃帷幕 引入了周遭的綠林 這裡是淡水的雲門劇場 2015年4月19日 他正式跟觀眾見面 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 雲門劇場不只是雲門的家 它同時是社會對雲門的一個託付 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這個事情 因此除了雲門自己用之外 我們要跟所有的表演團隊來共享這個資源 雲門劇場原年起跑 標速家朱鳴十件白彩人間系列作品 已經進駐在劇場園區內 自然融合在地景間 吸引許多民眾駐足觀賞 我這次也翻了幾件來 藉著雲門的光環來這裡亮相一下 我看擺上去好像每一件都變成舞者 也蠻不錯的 雲門劇場落成長期用影像紀錄雲門的攝影家 劉鎮翔說新劇場讓舞座跟攝影都有更多的可能性 以前跟雲門走過那些日子 就是很多的時候都是假設 我們是在排練的過程中 假設在劇場的感覺 那現在有了這樣的一個新家 我們已經不必在那樣的一個想像 每一個畫面 每一個階段 都可以是從真正的從劇場裡頭出發 真正能夠感受到那一種 在舞台上面的那一種感覺 雲門新郊也展出劉鎮翔27年來 拍攝雲門的精選作品 觀眾可以在劉鎮翔的雲門風景攝影展中 欣賞觀眾席上見不到的雲門身影 這幅攝影作品《巴黎排練場》 凝結了1991年 雲門剛搬進巴黎的片刻時光 這個是一個當地的小朋友的背影 他從二樓的地方往下看 然後這個是那個多曼佩老師 正在演出那個 《巴黎排練場》的一個光環 演出台南人劇團等也將接力在此推出作品 雲門劇場它不只是一個劇場 我們希望把它經營成為一個多元的文化中心 我想過了不久這邊還要開始演電影 像我們今年的節目裡面就有講座 請作家來講詩人 講作家 同時也有視覺的展覽這些 等待了42年雲門五集終於有了新家 他們將在淡水持續創作 培育年輕藝術家 朝下一個40年繼續邁進